仙府文化局在九九展览室举办 师徒有情无正义南投市土地公庙写生创作展 此次展出的作品以土地公庙为创作题材 透过画家的巧手将土地公庙的面貌 以及民众祈求神职的互动一一表现出来 欢迎民众播空前往文化局九九展览室参观 为了让民众心想到优秀的油画艺术创作 仙府文化局特别邀请到画家吴正义的作品 以主题师徒有情南投市土地公庙写生创作 在文化局九九展览室展出 文化局表示 仿介民众与土地公庙在生活文化上 有密不可分的紧密关系 造识农人既是土地公 应其为土地之神能保佑五股分收 而商人做生意 尤其是店家除了看重土地公的财神性格位 也了解土地公与社区的地缘性密不可分 只要得他后就能招来财富 所以在农历的每月初二十六即是土地公 基于对地方的情感与土地文化怀作 体现与庶民文化息息相关的神殖文化 画家吴正义以南投市的土地公庙为主要的描绘地点 进行学采写生与描绘 运用不同的水采技巧 如何将干饼运用在柱子上 制造出斑驳杆与设施的选择等等 透过描写土地公庙的过程 再予以探讨水采技巧的多样性 文化局表示 师徒有情吴正义南投市土地公庙 写生串作诊 讲述时间从直至起到3月6号为止 在文化局久久在南市展出 欢迎民众播空前往参观 来探难得的艺术饗宴